CS咱们之前用它来干什么在这是不是上线主机 CS咱们用它干什么了这个工具 生成远控部网 上线某个主机 远征控制这个主机 控制它的什么各种资源的 什么查看进程啊 控制进程啊 屏幕监控啊 是不是学了好多这些的功能啊 还什么邮件钓鱼之类的功能 这都是CS的对不对 那CS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 我们在内网渗透当中经常会用到CS 为什么因为CS在内网渗透当中的功能也很强大 比如说CS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个插件 有个插件国产的Landon插件 Landon插件 这个插件可以 这本来它就是一个工具啊 但这个工具呢 可以直接作为CS这个插件来使用 这个插件前面强根应该给大家提过 我叫CS详解的时候 Landon插件 对吧 CS可以加各种插件 这个Landon插件做内网渗透的能力非常的强 它能干嘛 它能做各种信息收集啊 收集在下存活主机有哪些啊 它有很多的使用说评 这里面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漏洞扫描 还可以进行漏洞扫描 通过这个插件 还可以进行探测服务 探测SMB开放情况 还可以什么 这个看PSESEC这些连接工具 就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PASS HAC PASS这个TK 这些 这里面的这些工具 这个插件里面全有 Landon插件里面全有 所以说其实有这个插件在手 我们前面做的那些事情都不需要单独去下载什么工具了 在这里面全有 好吧 这个插件非常强大 所以说在内网伸透的时候 CS为什么牛逼 就是因为咱们给CS加上一些这些内网伸透的插件 CS做内网伸透是很牛逼的 比如我们前面使用的这个PSESEC 通过HAC口令传递 是吧 传递连接 执行指令 它这里面都有 并且你打开这个Landon之后 你可以看到Noviki说明 这里面都有它的工程介绍 都有 然后CS内网伸透的 这个比较好用的几个插件 我都给你在这写了 Landon是一个 这个应该是你们之前就应该是简单用过 你的用过 然后还有什么淘宝插件 还有这么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 是吧 这个插件 行 所以说大家记得别人在问你CS的这个功能 你知道哪些是吧 别再光说咱们之前讲的那点功能了 内网伸透当中它也很强大的 也很强大的 行吧 那就说这么多吧 好吧 说这么多吧 SPN的漏洞 这个我没有给大家去整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 比较典型的有个 Curberosting攻击 SPN扫描 等等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提了 行 整个今天的内容 大家明白了这么几个点 即可 什么叫哈希传递 是吧 什么叫这个 PTK 传递K 什么叫PTT 传递票据 那黄金票据 白银票据是怎么回事 通过明明卡的都可以伪造 对吧 那伪造黄金票据的前提条件 你是需要知道预控主机的 Curberosting 那个用户的哈希纸 和他的SID 对吧 伪造白银票据呢 需要知道某个用户 某个运用户 或者某个普通用户 的哈希纸和这个 SID 对吧 就不需要去拿到什么 预控主机的 Curberosting 那个默认用户的 那个 SID和哈希纸了 就伪造白银票据 而且知道白银票据 黄金票据的区别在哪里 黄金票据能干什么 白银票据能干什么 是吧 有了黄金票据在手 可以申请任意白银票据 有白银票据在手 只能访问单位的某个服务 对吧 好 知道了这些就够了 好 好